物质如何清除细胞的进阶内容 在这样子的内容里头 我们只要探讨主动运输的类型 以及透过细胞模型态改变的运输 在主动运输的类型里头 可以将主动运输分成初级主动运输与次级主动运输 这两种都属于主动运输 所以会有一些特色上面的相似及相义之处 在相似的地方 两种主动运输都必须要利用载体 利用载体来进行物质的运输 以及都会消耗能量 透过消耗能量以后 可以使物质在模的某一侧浓度累积 造成浓度梯度 相义之处主要是在于它们运输的机制 初级主动运输以ATP的能量驱动主动运输的发生 初级主动运输则是利用在模两侧的浓度梯度 一个物质顺着浓度梯度运输 而导致另外一个物质可以立着浓度梯度的方向运输 而这两种物质必须要同时通过载体 进行同向或反向的运输 在此以一个假设的例子进行介绍 在细胞膜上有一些初级主动运输的载体 例如钠甲邦普 钠甲邦普可以将三个钠离子送出细胞外 两个钠离子送到细胞内 整个过程会直接以消耗ATP的能量来进行 将会造成细胞外有大量钠离子的累积 累积的钠离子彼此互相排斥 以及所要渗入细胞内的趋势 在这样的趋势底下可以透过载体 这样的载体可以与目标的养分结合 那透过钠离子需要进入的趋势 将这两种物质同时送入细胞内 这样的过程可以使钠离子顺着浓度梯度移动 而所需要运送的物质可以逆得浓度梯度运送 这样的运输方式我们又称它为共同主动运输 所以在身体里头常见的一些运输方式 例如消化道吸收 以及趁小管的再吸收 这些现象都会利用到刺激主动运输 第二种类型 没有钻过细胞膜的方程离子质 物质是透过细胞膜形态改变而进入细胞内 在这样的过程都有细胞骨架的重组 所以基本上都是耗能的过程 主要的类型包含了进入细胞内的包吞 以及离开细胞的包吐 在物质进入细胞内的包吞方式里头 首先第一种主要是包吟 这种类型细胞的细胞膜 利用细胞膜往内凹陷 往内凹陷的过程 原本在细胞外的一些流子 就可以进入这个内线的区域 接下来往内凹陷的构造越来越内线 跟细胞膜断开来以后 形成一个层次进来的一个蓝套 所以利用细胞膜内线 主要吞噬的是一些流子或是小颗粒的物质 第二种类型主要进行的是吞噬 细胞利用细胞膜往外延伸 将想要吞噬的一些物质吞入 而这些主要是一些大的颗粒 吞噬出来的一个囊套 也可以跟原本的细胞膜断开 所以它利用的是细胞膜向外延伸 主要是一些颗粒性的一些物质 第三种类型 这是细胞膜吞噬 细胞膜形态改变里头有专一性的 称它为受体媒介的内吞作用 主要利用细胞膜上面的专一性受体 这些专一性的受体在与受质结合了以后 可以透过细胞骨架的一些改变 将这些受体以及物质进入内线的区域 最后就可以专一性的吞入细胞所需要的物质 主要像维生素B12的吸收这一类的方式 再将物质送出细胞外的包吐 它包含了包吐或者是分泌 主要的方式是细胞内的物质以囊泡的形式运送到细胞膜 接下来与细胞膜的双层磷子质融合 最后将囊泡里头的物质给释出 主要包含了外分泌 内分泌 以及细胞讯息的释放